- 問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矣 我是黃志仙 歡迎收看夜問打權 台北的故宮到底是誰的 是台獨的 還是陳其南的 還是蔡英文的 還是台灣人的 不 我們台灣人在台灣 因為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我們擁有故宮寶物的代管權 台北故宮是屬於所有中國人的 他怎麼樣在戰火流離之中 在日軍的轟炸裡面 怎麼樣艱辛萬苦的 有多少多少的 當時待遇飛薄的公務員 一戰一戰地冒著生命危險 辛苦地守護了我們的古物 有多少中國人在戰亂之下 冒死保護了這一批古物 才今天在台灣 跟你陳其南無關 你憑什麼 站在那個位子上面 竟然口口聲聲 講日本是最能夠保存中華文物的人 是最愛中華文物的 日本人太愛了 所以要侵略中國嗎 台灣是誰的領土 台灣上面的寶物是誰的 你台獨現在面對故宮有兩個路線 一個是說他不是中國的 他是台灣的 另外一個是說他是中國的 所以要還回去 不管哪一個路線都是不承認 台灣人是中國人 而這樣的一個打死劫的思維 也就呈現在他執政的方方面面 包括一定要把管中民 管中民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一定要把換了幾個教育部長 連葉俊榮 法律專長的葉俊榮也要來當教育部長 弄完了複聯會 要來弄台大校長 這件事會成就嗎 我們容許台獨繼續惡搞台灣嗎 自認為不是中國人的台獨不就外國人嗎 我們要讓外國人來統治我們嗎 今天公民起大選的董哥董志森 大家晚安 資深媒體人鄭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監察委員葉耀鵬 大家好 立法委員王玉銘 大家好 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大家好 國民黨新北市市議員參選人唐慧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從小每一個台灣人在都去過故宮 去認識我們的先輩我們的祖輩 留給我們的故宮的寶貝 然後現在在彌朗兩次執政 陳水扁執政的時候已經上下其手 現在又要來一次 腦筋又動到故宮裡面去 事可忍 孰不可忍 這真的不是小事 因為這是百分之百 台獨的手法 他的手路就是這樣 他講了 他故宮要台灣化 要主要台獨也要把故宮文物保存得很好 因為 那是我們啊 他認為是我們台灣人的 那跟大英博物館比較一下 那要替後代全世界保留世界文明的資產 把故宮的文物當成是他國文物 最可憐的是說 這些東西不知道怎麼樣子就跑到台灣 我們就突然成為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 還稱讚日本人最愛惜故宮的文物 那這是第一次嗎 當然不是 回顧2007年那個時候陳水扁執政 蘇貞昌啊 現在在選新北市市長蘇貞昌 他透過修法 把故宮文物偷偷跟中國元素脫鉤 他早上呢 在薩奇萊雅人 他講說 哎呀 薩奇萊雅人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 證明成功了 比我們台灣證明還快一步 台灣證明要繼續努力 證明就是要台獨嘛 下午呢 偷偷摸摸 他主政下的行政院就通過了決議 行政院通過決議 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 進行修正 把其中的寶物來自北平故宮 跟中央博物院 中央博物院是在南京 等文字完全刪除 你看可不可惡 他幹嘛沒事要去刪 你不是去中 你是要幹嘛 不知道台獨要幹嘛 還把現行條文中 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的徵集 研究 產陽修正為 加強對國內外文物跟藝術品的 徵集研究產陽 也就是說 本來成立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目的 就是要保存 從我們過去 北京南京過來的古物 然後呢 裡面白紙黑字條文寫 我要努力的徵集 努力的研究產陽 以後就變成國內外文物 這幾個字的差別 你知道是怎麼樣的差別嗎 就是台獨與否的差別 好 2015年的時候 故宮南院揭幕 成龍捐贈了 原明元十二生肖 受手的那個青銅器 複製品給故宮南院 要傳達尊重文物 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價值觀 然後經過審慎評估 納入建築設計 把他放上去 就遭抨擊式文化統戰 30日 受手遭台獨人士 脫漆 好 再來 2017年 這個已經是政黨輪替 蔡英文執政了 5月 故宮推出明朝永樂皇帝 瓷器特展 很正常吧 策展方卻在媒體上 稱他為 東亞工藝美術的巔峰 所以 明朝永樂皇帝 中國明朝永樂皇帝 我國明朝永樂皇帝 變成東亞工藝美術的巔峰 這個如果不叫去中國化 什麼叫做去中國化 但是他會停嗎 當然不會停 7月 他被故宮舉辦 萬事詩表 書畫中的孔子 這個主軸也很好啊 那個時候的故宮院長 叫林正寅 林正寅說 儘管展覽的內容 無法更動 但是在展明跟介紹上 以後我會更謹慎 因為有綠營的人 跟他抗議了 他就很害怕 他說 以免造成對立 你看看 你看看 綠營一個人 他講話就無限大 以免造成對立 為了要這樣 為了要討綠營歡欣呢 不排除拿掉萬事詩表這四個字 而林正寅上任以後沒有用過中國中華這個詞 會一律以華夏代替中國跟中華 他講 委員 是 故宮博物院百分之百是我們人民血汗錢所供養 然後他們一路上這樣搞 我覺得民進黨很惡劣 就是說他不斷的把政治的框架想要放在我們這些很重要的故宮的寶物上面 但是我只能告訴民進黨 你再怎麼改名字 你都改變不了他原來的歷史跟他這一個產品 他本身的定位 譬如說王羲之的書法請問你要怎麼改 王羲之是東晉時代的人 他寫出來的這些書法你要改成什麼呢 你要改成是西元嗎 然後把他去東晉嗎 然後那時候那到底是來自哪裡 就是來自中國啊 不然是來自哪裡 然後你說這些肉行使 翠玉白菜 你要怎麼改變他呢 你要怎麼去中國化之後 然後把他變成是台灣的 可以嗎 難不成你要不倫不類 把肉行使變成是台灣控肉嗎 還是什麼 就是非常離譜 而且我們看到他一連串的這樣的一個政治化 我真的要禁告民進黨 這麼寶貴的故宮的寶物跟資源 不要在你的政治化底下把它摧毀 像成龍他當時捐給我們的獸手 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人家當時是一番好意 這樣的複製品 他同時捐給台灣 也捐給新加坡 結果我們台灣是怎麼對待他的 把他說這個是贏品 假貨 然後就是冠上文化統戰 潑漆 然後逼的就是把這個東西 他原來是在整個故宮南院 他外面其實陳列的也還蠻好看的 非常漂亮 對很有意象的 結果就這樣子被糟蹋了 然後就被毀壞了 這個還是人家捐的複製品 那我就很擔心你將來要怎麼對待 我們這一些這麼故宮的珍寶 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世界上 我們值得很驕傲拿出來告訴大家說 這就是我們有的東西 那你將來你如果不想好好保護他 我真的很怕這些珍寶 在民進黨指證底下把它糟蹋掉了 如果他們真的做出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他就變成是歷史的罪人 故宮裡面的每一件珍寶都得來不易 他是我們歷代的皇帝 他搜羅 他鑄造 他努力 很多時候流落到民間 在戰亂的時候是多少國人奴隸 才把它找回來 我舉我們台北故宮的鎮公之寶 茅公頂 這個是我們小組特別去買來的 這觀光客很喜歡買的一個小小的複製品 大家都覺得一看到就覺得好可愛好可愛 而真實的茅公頂是非常大 我們從小就會去看了 茅公頂它有多偉大多重要 它是晚清四大國寶 青銅三寶之一 它是西州宣王年間所鑄造的青銅頂 西州啊 所以這是我們整個中國文化的起源 很早的開始 這個西州它的肚子裡面 這邊你看看得到 它裡面有刻明文 就是從西州那個時候刻到現在 那個時候的明文 五百字的經文側命書 它的字數是全世界 是明文青銅器裡面中字數最多的 它的書法 它裡面寫它的書法 也是經文中最高等級 可是這個茅公頂 它是輕易來到台北故宮嗎 不 你光看看它 它在後來在清朝的時候 無意中被發現以後 一直有很坎坷的過程 在民國26年1937年 那一年是盧溝橋事變那一年 然後那個時候日本已經佔領 大陸很多地方了 葉公超是中華民國的外交家 它的家族就擁有了這個茅公頂 葉公超被日本軍方逼問說 茅公頂在哪裡 日本人真的很愛中華文化啊 真的很愛我們的東西啊 把它抓去逼問茅公頂在哪裡 他堅死不供出茅公頂的下落 他的叔叔葉公超為了舊侄子 去仿造了一個假的茅公頂 上交給日軍才逃過一劫 到1941年的時候 秘密攜帶茅公頂逃往香港 而香港被日軍攻佔 葉家托德國有人輾轉 把它運回上海 然後把頂點壓給銀行 後來巨商陳永仁出資 把這個茅公頂贖回來 把它保留在中國的土地上 最後他在1946年 把這個茅公頂捐獻給國民政府 最後在所有所有的流離 最後來到台北故宮 這個歷史陳其南 你不承認嗎 龍介兄 這紀南兄我就跟你說 你就不用擔心 摸摸才有看不順 但是你告訴我 他如果沒有講這些言論 他當得了院長嗎 他知道現在的組織 都是要創台獨的 不怪他就這樣跟你創了 還要創一個台灣館 一個故宮男女 只有那十二生上 我告訴你 如果處於後頭零爪 要用狗雞狗雞 主張銀帽 神奇 五味神友出來 這幾個都台灣人的 不是這個中國本來的 我們的組織 放下來的東西 那是要怎麼台灣花 還要用創一個南德牛 還創一個魯宋罐 創一個葡萄罐 創一個荷蘭罐 不好秘密 這樣還要花四五十億 你知道這個中華文物 當時 如果不是在國民黨 在那些困難的情形 把他運到中華民國的地方 我跟你說 經過共產黨 當時的文化大革命 這些東西我看 失落很多 好價值 國民黨通常運六十九萬人來 你現在為了要叫一個國共男人 你不就去想補 你看是要把白菜 或是豬肉 拿來電燈 補正有人 你不是電燈的 看的都那些五四山 不夠優秀的電燈品 真正好的是在台北國共 你不是這樣想 對泰國隔替站到國共男人 對台南隔替站到既日報無關 我跟你說 車庭扁鎖 為什麼既日報無關 大家人那麼多 為什麼 你的國共男人沒有人要去看 問題在這裡 不是你加什麼台灣元素 我們台灣元素 在我們的城鎖上 全門一切 所以 八里祖先 人家說就是八國 如果你參祖先對下來 就不完人就對了 你跟我說你合文做到多優秀 做到研究什麼程度 我跟你說我聽不懂 所以 對這個台灣文化 他對下來 我們所有在拜的開張聖翁 不要說拜這些其他生命 因為我們的祖先百分 只要你是漢人來到台灣 百分之八十我們的祖先 就是對丹王公 對荷蘭 對他們北京來到福建 最後還對福建來到台灣 因為沒有辦法改變 陳其南 不知道這些東西怎麼樣 就突然間跑到台灣 我們就突然間又有這些東西了 給陳其南上一課 我們的先人是怎麼樣子的 努力的保護了這個東西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 撫移退位 然後清廷跟國民政府 他簽了一個叫做 清室優待條件 所以大清的末代皇帝還住在紫禁城裡面 那撫移呢 就賞賜啊拍賣啊偷賣啊賤賣盜賣啊 有1200多件的書畫精品古籍善本跟珍寶 大量流失 結果1924年 11月馮玉祥北京政變 撫移就把他趕出紫禁城了 這個時候民國政府成立 清室善後委員會 開始全面的清查清工的物品 1925年10月 然後決議仿效前例 成立故宮博物院 在10月10日的中華民國國慶 正式開放人民參觀 所以皇帝的珍寶成為人民 可以看了 這是民國的象征 可是1933年的時候 日軍這個時候 已經要攻到北京 華北局勢岌岌可危 先總講公當時趕快下令 要把故宮文物分批趕快運走 故宮文物暫時遷到上海 中央博物院的籌備處 然後1936年 南京朝天宮保存庫成立 然後第二年故宮博物院 南京分院正式成立 然後盧溝橋事變開始 日本清華戰爭全面爆發 文物又再一次從南京又開始跑 從南京跑到陝西西安寶基 最後到四川 然後西方南方的陸路 南京漢口再跑長沙 再跑貴陽 再跑安順 還有一路從南京跑漢口 宜昌重慶樂山 這是當時的照片 當時的公務員西家帶 就這樣一路一路跑 有的兒女就在路上跑就出生了 在一個地方出生 叫一個地方的名字 有時候運了那個車子 運寶物的車子 日軍就在上面轟炸 有好幾次 整箱車的寶貝 差一點就跑掉了 到光復的時候 在四川重慶又運回到南京 可是1948年那時候 蔣介石覺得說大概大陸保不住了 又開始這些寶物又從北平 然後國立中央博物館還有南京 三四個地方分三批運到台灣 總共2972箱 暫時放在台中 然後搬到霧峰放在山 霧峰的庫房 最後才一直在到台北的外雙溪 佩芬姐 搬到外雙溪那時候1965年 國父誕成那天正式開館成立 所以那個故宮 台北的故宮博物館是1965年 11月12號成立 但是剛剛講到陳琴來說 他講的一句話沒錯 日本人很愛我們的國寶 很貪 他的愛不是珍惜 他是要掠奪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剛剛講1933年 其實1931年的時候 918事變的時候 蔣介石就發現情況不妙 所以就開始打包 所以那個時候是把那個 古物陳列館 儀和園 還有國子間的文物全部打包 大概有19000多箱 然後就是剛剛那個水路這樣邊 剛剛講到那個日軍在上面炸 你知道那個整箱就被這樣掉到水裡面 可是後來他們就講真的是古物有靈 結果通通沒事 就能夠安全的一站一站的運 會不會有一天 我們所有的這些中國的珍寶 會被這些人偷偷地就把它弄不見 就像古儀那個時候一樣 怎麼知道不會呢 因為被出來展覽的畢竟是一小部分吧 很多東西大家看不見的 會不會偷偷給你用個驗品 就給你掉包了 我覺得大家不要懷疑這些人 沒有什麼事情是幹不出來的